你現在看到這個過程裡面 你就覺得業運是非常的丟臉 今天你的對手犯了這麼大的錯誤 犯了這麼大的滔天大禍 闖了這麼滔天大禍 他居然還贏不了 可是新北的其他地方 是真的翻轉過來了 對 我們一個一個來細數好了 我們從新北第一選區 就洪孟凱 洪孟凱大家知道說本來 他在淡水這個區塊 就是穩穩蕩蕩的 基本上沒什麼大毛病 所以我們看到他領先的幅度 就是現在也相近快要6000票左右 但你接下來林淑芬 李友宜這個地方就有意思 因為李友宜大家知道他是民眾黨 他是藍白河 包括當時為什麼他這個席智慧 裡亮出來就是侯友宜拍板 讓這個席智慧裡亮出來 而李友宜的選票 其實坦白講也不難看 因為林淑芬在這個選區 反正基本上就自罷了 以前在2008年的時候 當時台北八仙過海 當時還逼著王世堅去跳海 當時這樣的整個秋風扫落 一些新北只留了兩個活扣 一個就是林淑芬 另外一個就是余天 林淑芬在這邊話罪也給人當 所以國民黨才讓給李友宜 可是現在的選票 一個是17500 目前來講17552 李友宜居然可以拿到12193 對 但沒有錯 但我們看到另外一個選區 就第三選區的李昆成 原本大家還棄犯說 因為在這個地方 有所謂的分裂的問題 因為他們在當時 黨內初選的時候 還有另外兩位人選想要去參與 而且余天大家講 他的表態跟他的動能 感覺並不太強 但顯然這個地方李昆成 雖然說狀況有拉近 但蔡明堂也沒有辦法 去贏過這個選區 而吳秉睿跟蔣新章 所呈現出來的狀況也是這樣 原本大家預期說 蔣跟黃的兒子蔣新章 然後做一個會計師 是不是能夠有機會挑戰吳秉睿 但雖然我們講完這幾個選區 看起來都沒有改變 但接下來的變化可就大了 接下來是誰 林國春跟張宏露 那時候我們大家一直在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林國春跟張宏露 雖然大家普遍認為張宏露有機會當選 但現在所開出來的選票 呈現出來的很明顯就是一個趨勢 叫做什麼 叫做是PK盤 所以你看林國春現在竟然領先張宏露 你就知道為什麼賴清德最後一天 重兵又壓在新北 因為就是會有這種離奇的狀況出現 雖然只有2000票互為消長 但很有可能 林國春可以將這個選區 直接翻轉開來 而剩下一個就是我們講到的 莫名其妙 為什麼羅志正還是有辦法領先 這個問題就要回到業員之身上 因為我先前跟大家介紹過 羅志正在地方的經營盤跟錯節之深 他這種票源是不容易 因為這種輿論上的這種新聞媒體 甚至非文八卦而影響的 不是 講白了就業員之太爛了吧 不夠認真 就是不努力 不夠努力 甚至 因為選舉是比較級的 對 我還有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說他們選區很多人 根本不知道羅志正發生這個事情 而他們不關心 不了解 他們只知道我每天都看到 這自證 我們這麼恐怖 所以我就講 這對業員之來講 會是一個很重大的打擊 因為當對手出了這麼大的狀況 結果你竟然沒有辦法翻轉的話 大家會不心好奇 那該怎麼辦 不過羅志正的問題是在於說 他之後的選情 即便是當選之後 可能還會面對相關司法的問題 而張志倫這個選區我們講 張志倫對上吳征 吳征是所謂的搶救王毅川 集中選票硬要讓他推上的一個選區 但看到的結果是什麼 還是張志倫大獲全勝的領先 而林金傑跟吳其名這個地方 應該是林金傑 我們先前跟他提過 他有機會能夠贏過吳其名 而雙邊的選票現在還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認為這也是大家 可以觀察一個所謂的翻轉區 而包括羅明才這叫穩定領先 而剩下一個叫做廖先祥 廖先祥他現在也是持續領先賴平的狀況 所以各位 過去民進黨 大幅度領先的數個區 我們剛才點名了兩個 三個 四個 很有可能都會在這一次一舉翻轉 好 張志倫你去過很多的台中市 是 台中我們當時在講蔡其商 跟這個所謂的蔡壁如的時候 很多人在一看笑 怎麼可能 這個地方怎麼可能有問題 雖然看起來蔡壁如沒有翻轉 可是這個選票也太接近了吧 是的 所以說其實民調 他真的是做一個參考用 但是實際上候選人的氣勢 尤其是在民調封關之後 他往上走的速度 可以說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蔡壁如他在最後 蔡壁如他其實最後 他不只是在台中選而已 他的選法是他在台中 當然他也很認真經營 可是他幾乎是全台輔選的 比方說他就選前 他還幫鍾小平錄音 然後讓錄音在中正萬華裡面播 甚至他也常常到大安區也好 又來我的選區 就是幫國民黨的候選人輔選 所以他某種程度來說 是藍白河的其中一隻母雞 那你用這種方式你累積了全國知名度 某種程度你變成是民眾黨裡面 非常大為的一個 那當然在藍白合作的狀況之下 他整體的聲勢就拉抬起來 也反映在他目前的選票上 好的另外在台北市裡面講 過去單區都是完全碾壓的 而且我們看到在廢死議題上面 描迫一下承受很大的壓力 可是羅志強也沒有取得一個 他應該領先的地位 我覺得這次有兩個國民黨的 這個所謂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是值得檢討的一個是羅志強 另外一個就是葉原資了 其實苗博雅他在選戰的後期 他整個粉絲的瘋狂程度 你可以你很難想像 就是說王毅川有很多風粉沒有錯 很多粉絲 可是他的風粉是這種所謂的 最基層的最傳統的民進黨 但苗博雅的粉絲 不是所謂傳統的民進黨 他是新的年輕一代的民進黨 他幾乎就是可以拿到 所謂過去蔡英文所有的支持者 也就是說深綠的當然支持苗博雅 淺綠的跟中間一點點的 他可能也支持苗博雅 所以變成是說在大安區 大家不要想說大安區是深藍 這個地方你只領先了1000票 大家不要想說大安區是一個深藍的地方 大安區的選民自主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苗博雅他的選戰做法就是 不斷不斷的攻擊 這也是一個正確的戰略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挑戰者的話 你當然是不斷不斷不斷的猛攻 所以我在選前直接碰到羅志強 他說苗博雅在選前的前一天晚上 派爆文宣三面 就所謂比較負面的 就是攻擊型的 也別說負面 攻擊型的文宣派到家戶信箱裡面 一天派三份 這麼有錢 對 一天派三份 就選前倒數一天的時候 整個大安區你每家每戶的信箱 都收到苗博雅的這個訊息 然後都是去攻羅志強的文宣 而且一次就三份 非常厲害 好 壞塞 剛剛講的現在這個選情 剛剛講的蔡壁如有幾個選區 真的是出乎意外 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是 然後你現在看到很有趣 台中包括柯文哲幫他錄音的 那四隻小雞 現在都是領先 所以代表著柯文哲在這一次 在立法委員 在台中有影響 對 有影響 確實是有影響力 感覺起來比預期來要的好 而且所謂的一個藍白示範區 剛剛提到 其實像那四隻藍色小雞 他們到後來也因為黨的壓力 不太敢釋放出來 結果那個錄音黨 是柯文哲自己釋放出來的 就釋放出來之後 你現在發現 他還是真的有往上跑的一個情況 所以代表著確實藍白示範區 或者是柯文哲在區域立委 這個影響性 是有跨出他自己本身 白的這個部分相關領域 那剛剛不是提到嗎 在現在我們本來說 這一次的一個糾結的區 至少有20個區域立委 這個糾結區 你現在看起來 這本來20個糾結區裡面 現在看起來都是藍的獲勝的機會 去期來選擇差的話 格寶民進黨內部的一個風暴 才準備要開始 民進黨內部有風暴 因為在我其實在跑通告行程 我已經有聽到有一些人在講 講什麼呢 為什麼民進黨在立法委員 這一部分會選得比較辛苦 因為你在整個提名過程裡面 你賴清德 你並沒有考慮到 其他不同派系的意見 你並沒有 你其實他們講一句實在話 就是你都以新潮流為主 那既然你在整個提名過程 你都以新潮流為主的話 那你是不是要這一次 為整個區域立委 選情不如預期 新潮流要背負整個責任 好 那董事長 我們來看到 給我桃園 桃園現在賴香檸 居然已經領先了 民進黨的流氧照 大家注意到是民眾黨的 這個所謂的立法委員 是看蔡屁如之後 沒想到賴香檸居然竄出來了 對 賴香檸我比較意外 因為賴香檸上次選桃園市長的時候 我跟他有很多接觸了 他說這次他如果 如果賴香檸再冒出來的 再冒出頭勝選的話 這個對柯P的這些 所謂的他這個無解會 又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 為什麼 因為這個賴香檸的 原來他的助理 就是被柯P罵的 誰家的狗帶回去的 那個狗的主人就是賴香檸 賴香檸是在勞政裡面 在勞工運動裡面 非常傑出的女性 她是很資深的 勞工運動的領袖人物 所以她在桃園 如果能夠勝出的話 這個是個好 對國家是個好事情 但是對她現在的 當權派來講的話 不見得很高興 因為曾經 我剛剛講過 曾經有她的 一起開會的時候 可能講過誰家的狗 把她帶回去 那個狗是誰 就是賴香檸的助理 也就是現在的民眾黨中央 只居圍在柯P的旁邊 對於在外面的戰將 剛剛講就包括李友誼 包括賴香檸 包括這個所謂的 蔡碧如 頭銜閃遲 不聞不問 資源不給去 結果他們在外面 三個人都打下一篇 你們在吹冷氣 人家在打天下 這對比也太明顯了吧 而且這個蔡碧如自己講的 他離開了台北的舒適圈 到了沙漠地帶的台中 去打拼嘛 然後還要被拐著 每天在拐他嘛 這就是柯P為什麼 未來的 我剛剛對這個 勇改的這種意見 說還有各地雜營的可能性 我非常保留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目前的這個掌權的中央 這一批人是不打仗的人